一方年土成就一世界 也为科工馆营造出人文艺术气息 荣获2012年高雄精品工艺奖的艺术家 于即日起至108年2月28日 在高雄市科工馆二楼咖啡一郎 展出年土创作展 这次展览作品以现代化科学 与复古人文艺术结合而创作 有栩栩如生的财神等艺术神佛 及十大花卉的袖珍展 轻巧可爱 这个宋冠宜老师是我们在地的艺术家 他在这个年土的艺术方面 已经投入了20几年的时间 人家说十年某一件 我想他已经花了20年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到明年2月28号的 这个宋冠宜老师的艺术的特展 可以看出来 那个作品相当的既有特色 同时也会让很多人非常的喜欢 那么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科学公寓博物馆里头 能够去营造一些人文艺术的气氛 让科工馆科学艺术能够融合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一生需要科学 也需要人文艺术 宋老师也分享表示 虽然创作的过程需要专心 也相当耗费体力 但是每一件栩栩如生的完美作品完成时 深受大家的肯定及喜爱 这对创作者就是最幸福的一刻了 十方新闻 郭一文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